老花一开箱好久不给大家做开箱了 今天是给大家弄了一个四湖兰 好多的话有也老问我老花一四湖兰怎么养 接来的话不多说 先做开箱 然后呢 还有一颗白掌啊 白掌是一块过来的 这一期先讲四湖兰 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那个一番风顺 左边这一颗呢是一个一番风顺 也就是大家伙经常知道的那个白掌了 右边这个是十湖兰 说是叫什么香水十湖兰 其实十湖的品种有特别特别的多 老花一不是专门做十湖的了解的品种也有限 但是呢 关于他们怎么养护都是相同的道理 大家会一定要了解啊 像十湖和兰科 他们的根系呢 都是那种肉质的一个犀生根 这个呢 也用到的是一些醋叶壳 绿色的这个颗粒呢 就是一些个 肥料 然后呢 这里面有稍微有一些个腐烂啊 感觉 这个位置 看到没 这种是一个很不好的前前罩啊 好好的一颗苗子 就下来这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呢 就是一些个水苔了 看到没 然后这是后期种的盆 种的盆 用的一颗颓掺的肥料 好多话说 懒花跟十湖是不施肥的 不是不施肥是施肥 有话我老是说 老花一这个十湖兰科用泥汤吗 是可以的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里边的时候 这不就苔藓吗 而这种呢 它就是腐化的苔藓 用颗粒稍微粗一点的也可以 细一点的话 容易闷根 大家自己掌握就行了 用泥汤的话 咱们可以找这边那种 颗粒比较大的 这种大颗粒的 差不多盆也不要太大 拿着这些资料回去种盆 然后呢 我找了一些这种很大块的一个松林树皮 作为一个垫底 花盆呢 用到的是排水透气的 你可以用紫砂 淘盆都可以 一定要注意一个排水透气 石湖兰这种根系也是 你们养兰花都是相同的道理啊 我之所以拿这么大的一个块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一定要排水透气 它的这个根系长它就这个样 大概起就这样子 这个颗粒稍微有点大了 可以再小一点 但是 最小的时候也得这么大 你如果说全是那种很细碎的东西 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闷根 种石湖兰不是不可以这么种 是可以像盆栽一样种 但是你用到的这个资料要了解 一定要在那排水透气 这样种的话就简单的先是种完了 等实一下 那接下来那就浇水 浇水的时候要注意啊 第一遍水一定要给它浇透啊 一定要浇的透透的 一浇水就飘起来 这个事不是个好的 因为它一浇水就飘起来 我所以说我决定要给它 用一些个火山盐铺个面 打个底 给它垫住它 让它老是跑 这样的话 再浇水就不会飘了 想办法 你看 这个浇水就很利落 看 这个就不怕那一个水命龙王了 你天天浇都不怕了 这种配出质料的话 天天浇都不怕 天天浇都不怕 不要保证你那个抽盘里边不积水 食湖兰就喜欢这种潮潮的 空气呀 这种空隙呀都特别大的 包括你们养兰花也是相同的道理 不过用到的质料最好是富含一点点营养 也就是说要有机制含量高 你可以用泥碳可以用花生壳 你看它原土来的那个不就是叶壳吗 叶壳里边你得加缓食肥 要不然没有营养 这个时期呢 由于咱们要是用肥料的话 它就会 顺着水漏下去 都可以往这个水里面加入一些肥料 来来往水里面学会加一些生根液 用的会玩的强力生根液 雅花又会玩 省钱又省钱 稍来点多精灵 因为来之前啊 它那个 有一块烂了 这样的话就是反复冲洗冲洗就行了 没有办法 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说没有什么病害的话 可以不用像我这样子 不喜欢强光暴晒 喜欢空气湿度高一点 喜欢 那种阴阴凉凉的散光 不要给它暴晒 这个就放那种半阳的日照就可以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石湖南的一个养护 基本上也就是 不要强光暴晒 不要过于照热 不要过于寒冷 就是不要高于35度不要低于5度 用土的话 尽量的排水透气 花肥也是相同的道理 肥料是可以用 我过两天再给它加肥吧 现在也不缺 因为它原来带了一些环式肥 老板的话一也放对在一 就不知道就点了账 然后呢 在视频下方给它评个诗吧 找不在这个地方 drive 小心